蔡徐坤的这个20岁生日 是过得最特别最难忘的 她自己也说过 以前的生日就是跟家人在一吃吃饭 20岁的生日她想过得别致一点 在8月2日 她生日的当天 她的三首新歌上线 并且免费给听众收听 不仅新歌免费 就连生日会也免费 她作为9%的队长 不像其他队员经常出现在综艺节目里 所以曝光度也就减少了 但是一直都在努力着提高自己 一直在为自己的实力积攒着 俗话说 质变可以达到两遍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她生日的那天 推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 蔡徐坤的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她作为组合的队长也是有道理的 大家喜欢她的不光是因为她的颜值 更是因为她的才华 其实人们喜欢一个人 更注重的是内在品质 蔡徐坤写给粉丝的第一首歌就是 The Van A Gatnam 而这次在她生日的时候 这三首新歌 她从很早就开始准备了 所有的制作都很用心 这也是大家所能看到的 为的就是感恩粉丝 对她的支持和帮助 就样的她不知道有缺了多少粉丝呢 我们每个人不管再努力 做得再好 总有人会说你做得不好 就像屁股永远长在身体后面一样 这是不可能甩掉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乎那些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肯定我们的人 并且懂得感恩他们 三首新歌各有各的风格 但都是蔡徐坤竭尽全力完成的 舞台上的她最享受自己 她也热爱舞台 更是热爱着音乐 蔡徐坤这一路走来 受到了很多的赞美和嘲讽 但是她没有因此而退缩 而是更加坚强 就是为了证明自己 不仅是有颜值 更有实力 在她的生日之前 她就向外公布 她的三首新歌全部免费 很多人也都劝过她 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因为这些都是给别看的礼物 蔡徐坤这样做 粉丝更是心疼 坤坤好傻呀 怎么就一手都不收费呢 对粉丝简直是太好了 太宠溺粉丝了 其实粉丝们也很愿意 为蔡徐坤花钱 给自己喜欢的人 做自己喜欢的事 再多也愿意 况且像蔡徐坤这样的大善人 并不是把所有的钱 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而是给了更需要帮助的那些人 她的队友还说她是一个很潮的人 别看她在舞台上正正经经的 实则是一个特别搞笑的人 而且还很皮 大家对她的评价也都很有趣 她们九个人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镜头外的蔡徐坤还是非常可爱的 她身上几乎聚集了所有的优点 高颜值 硬实力 懂坚持 只感恩 这样的一个道 你还有不喜欢的理由吗 青春年寿的她 就能做到这样 实属不易 比她更资深的明星做到的有多少呢 世界会给善良的你开路